我過年期間我除夕初一、初二三天休息 其他的時間都在工作 這三天就是整理家裡 因為過年前都在趕拍戲 所以也沒有時間整理 所以除夕幾乎是大翻家裡 就是全部大掃除 然後兼敗敗 初一就好好休息睡覺 初二就跟媽媽還有爸爸拜年 初三就工作 所以基本上也沒有去哪裡玩 那有包多少紅包給準備 就是該有的效益都有 透露一下什麼 大概各四百 大概有六位數字這樣 好不容易看到出了這張EPC 心情怎麼樣 我非常開心 因為其實想做唱片做很久 就在這行業做很多年了 然後不管是電視、電影、舞台劇 甚至出書都做過 主持節目也做過 好像是缺了唱片這一塊 所以公司在我今年的35歲的時候 我生日剛好送上我這個很大的禮物 我非常開心 然後其實也是忐忑不安 因為我知道當一個歌手其實是更專業的 他其實歌行如歌山 好像我們常常在KTV唱歌 覺得很像很容易 可是實際上要做一個成功的歌手 其實很不容易 那我也在學習 那也希望這次推出的這個唱片 各位會喜歡 我其實不太了解現在唱片的市場是怎麼樣 但我只知道說 你只要把誠意的東西推出去 基本上應該不會太差 那我對我的作品是非常有信心的 因為我們花了很多心血 然後不管是詞曲創作人 還是整個唱片錄音室到混音 到唱片的MV到唱片的拍攝 那個封面的拍攝全部都是台灣的一時之選 我想可能不只台灣 就是華人唱片圈的一時之選 所以我對我的唱片是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之前是有遇到那個學友嗎 對 那個是幾年前的事情 那幾年前 因為我也很喜歡他 他的演唱會DVD我幾乎都有 那很開心他就跟我拍照 然後寫了一張便條紙說生蠔步步高升 那我常常會用這個東西來勉勵自己 那過了今年第五年 過了第五年 然後終於有機會 議員歌手夢 當然就是剛剛就唱 許有歌的招牌歌曲 跟佑聖一樣都是從戲裡PK到戲外 感覺怎麼樣 不會擔心 因為我們私底下 他也跟我說他有任何的需要 請我幫忙 所以我也幫他在 不管是宣傳上面也幫他宣傳 他也跟我說我這邊有需要去給他幫忙 那我都覺得說這是良性的競合 競爭跟合作 非常開心 然後他的作品也非常好 然後我們走的路線不太一樣 因為第一我年紀比較大 第二我這事實是這樣 那我出道會比較久 那所以我們不會做一樣重疊的東西 所以這不一樣的類型是沒辦法比較 但是我相信我們兩個都是拿出十足的誠意來做這個作品 希望各位朋友都會喜歡 我從來不給自己目標 就像我十年前一直想出唱片 過了十年後我才出唱片 所以人生當中有很多計畫是趕不上變化 那我只能說我們每一次都很努力的在經營 每個當下不管是情感還是工作 那也勉勵各位在新的一年都是抱持這樣的心態 前幾天情緣節有送女朋友有什麼東西嗎 交往就交 沒有沒有沒有我不會在特別日子做一些特別的東西 對我覺得平凡過日子比較實在 我都是家人顧得很好 就是比方家裡裝潢我就花錢裝潢 我覺得 我有時候都會想說我們這行業真的是 我們工作很辛苦 像我剛剛跟文字記者在數一數 大概去年365天 可能工作有大概超過340天到350天 那所有的時間都給了工作 那不外乎就是希望給家人好一點的生活 所以家人有什麼需要 比方他們希望做一些生活上面的型態改變 所以在我們能力範圍之內我都會做 那我看到他們這樣其實我無形當中我也覺得很開心